我住在台湾已经14年了 我应该是最有台湾比的那一位 这个阿渡的台湾都摸出来了 来台湾多久了 14年 你会比我台 会啊 不然了 我不信 不服来账 好啊 我买最大的 来啊 第一届谁对台大赛正式开始 Masho的开戏 对 Masho的开戏啊 今天是第一届谁对台大赛 所以我们要开始问10个题目 然后会有一题加分题 所以输的话我们有处罚 就是喝一大杯这个 祖传的苦茶 保证苦不苦不给钱 那我们就第一题 什么是 太好笑了吧 这个太简单 哦 是不是说这个很简单 对啊 哎呀 打到自己 Cost-Culture-Romance 不错耶 两个都对耶 很好很好很好 很好很好 很好很好 很好 请问 住海边是什么意思 住海边 对 你看不跟我打来就不知道喔 不会不要猜了 住海边 我觉得很熟耶 我好像听过耶 所以这个台湾人都懂吗 一定懂 2 1 公布答案 可以 一直很诗 粗话 答两个都不对 还好 住海边就是表示你管很多 因为海很广嘛 哦 所以整片海都是你管的 哦 所以说你是住海边喔 就是你管太多了 心血的 对 两个人都没有得分 下一题是 请问这个公式 是什么意思 这个台湾人也知道 一定知道 这是乡名才知道 对 你没有那个够够台 就是要够够乡名啊 其实你把它念出来 大概就会知道 乘以 乘以啊 真的假的 来 3 2 1 公布答案 不知道 对 力大于B 我又念了 力大于B 力大于B 我们有一年的选举 就是有一个候选的 一直说 这是力大于B 箱名就简单 Z大于B 第四题 请问这三个字是什么意思 哦 这个我本来知道 嗯 好 准备公布答案 Go 好不对了 下一题 请问 这个字是什么意思 啊 简单 哎呦 就是要弄一点简单的啊 2 1 公布答案 这个是 诶对 下一题 请问公道价是多少 我哪知道 这个箱名一定知道 随便猜一个数字 应该就有机会了 好 3 2 1 公布答案 5万2百5 错两个都错 公道价是八万一 为什么 因为有一个人 就是他的车坏掉去修 他就把他坐垫拆了 然后拆了之后呢 跟他说所有东西 价钱总共是八万一 他还跟他说那是公道价 可是那个机车才五六万的东西 然后他修完要修八万一 那件事情就传开了 哦 所以大家就说公道价就是八万一 五百五好低 太低五位数 你还两百五 请问 好人卡是什么意思 他好像很长的意思 3 2 1 公布答案 这两个人 一个人是要奔好人卡 一个人是要收好人卡 好 可以可以可以 拒绝 你是背 为什么要背 就被人要拒绝啊 来下一题 请问 中部重是什么 而且中部重其实也住海边 3 2 1 公布答案 对 消波块 因为它长得很像重子 然后我们放在海边挡海浪的 我看中部 因为南北都有重子嘛 那台中没有 台中有一股势力呢 传说中会把人灌到 那个消波块里面去 然后那个消波块就变成 有血有肉有灵魂的中部重 下一题是一句话 然后你猜猜看它是什么意思 那这句话就是 你是不是不知道我的脚穿几号 蛤 请问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我不知道 3 2 你公布答案 你不知道我是谁吗 你不懂我 两个都不对 其实意思就是很生气要踹你 可以让你知道我的脚穿几号 噢 所以其实是 对一个人不满的意思 这人家都用台语讲 你用台语讲一下 你是不是不知道我的脚穿几盒 下一个动作就是踹你 就踢他了 踢他 这题就是 写出一个最能代表台湾的食物 很多可以写 你叫我写一个 就几个就好了 一个 好 3 2 1 GO 这个很不错耶 拿什么东西 这个很不错耶 我要多给ASUS一分 因为它这样子 跨分还不错 我觉得它写珍珠好茶很棒 诶 我说真的好茶 我说真的好茶 这个就可以了吧 那我们最后一题加分题 好 请问 台湾海岸县最长的县市是哪一个 海岸县 那我想想 好爱海岸县 因为台湾所有县市几乎都靠海 3 2 1 3 诶 两个都对了 好厉害喔 诶 赢了 诶 赢了 健康的苦茶 好 我要进入惩罚的部分 全杯吗 你可以慢慢喝啦 你可以享受一下台湾的苦茶 嗯 嗯 好甜 是甜的吗 诶 说实话 很久以前就开始看YouTuber来 真耶 真耶 是西班阿 西班阿 不好意思 来不说了 太烂了 西班阿 来耶 但是已经是台湾人了 诶 诶 诶 喝着口 很甜耶 毁甘 哈哈哈 我不知道 我猜了 你这么甜 你继续结论了 我已经结论了 多下来还支持我的频道 感谢阿姨 如果要试试你的 外国 大台湾的朋友 就会看这些语言 可以回答 贵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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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是贵地 贵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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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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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